佛讲的是什么 用一句话来回答 般若经上讲的 诸法实相 我们前面也读过 真实记就是诸法实相 讲白一点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不是迷信的 这是秩序 是科学 随方东梅先生 当年把佛教介绍给我 他告诉我 释迦牟尼佛 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这样入佛门 学了59年了 明年60年了 一家子了 发现什么呢 方老师只讲到哲学 没讲到科学 华严经里面 这些大乘经论里头 有科学 而且也是 要用他的话的时候 是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 不但是哲学最高峰 科学最高峰 现在的科学 向两个极端发展 一个向太空物理 宏观世界 一个是从量子力学 是微观世界 这两样通通在华严经上 确实不可思议 讲得真的 比我们现在科学 哲学讲得好 现在科学哲学里 还有些问题 有争论的 到现在不能解决的 佛经上通通解决了 大学问 大道理 这么好的东西 没有人集成 没有人愿意学 有多可惜 尤其大乘佛法 被人贬成宗教 贬为迷信 让一般人不愿意解除 就太遗憾了 所以我感谢方老师 念念的不忘了 我要不是遇到他 也跟一般人 间接相同 认为佛教是迷信 那就永远不会 接触他 接触之后 佛教救了我 让我在这样的社会 社会里面 活得很幸福 很自在 没有忧虑 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这是大乘佛法 给我的 对于宇宙之间 这些 四里 性向因果 逐渐逐渐的 明白了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希望呢 善根深厚的人 年轻的同学 要认真去学习 首先你要认识 佛教的本质 你认识他之后 你才欢喜他 然后你才能够 弃而不舍 你在这一生当中 会有成就 确实给你带来一生 美满幸福 而且将来 会更美满 更幸福 达到究竟了 无量受尽就行了 可以带我们 在一生当中 证得 向佛菩萨的境界